随着小雪颱风持续增强 台东外海地区已经出现了长浪 而就怕颱风会影响行程 滞留在绿岛跟蓝宇 游客一大早就抢搭客轮回家 但是船声很晃 就像在座云骚飞车 让不少人晕船 而运民们也起了个大早 来到了富岗渔港固定船只 预计又得因为颱风停工一个礼拜 长浪袭来拍打消波快 极其高达两公尺的浪花 小雪颱风持续增强 预估东台湾首当其冲 二号一早台东外海已经出现了长浪 就怕船只被风浪拍打上岸 造成财损的悲剧 渔民起了个大早 到富岗渔港固定船只 只不过八九月期间 杜苏瑞海溃台风接力来袭 影响渔民出海 这回小雪颱风持续逼近 让渔船又得休息 接近一个礼拜 也让靠天吃饭的淘海人苦不堪言 而另一头旅客提着大包小包 塞满富岗渔港 因为小犬也影响到了离岛航班 下船时不少人脸色铁青 因为海上已是风浪大 船身超晃让不少人晕船返回本岛 船上很多蚝兔生 像在坐鱼教肺这样 体检多大概多久 这名字听起来无害的小犬台风 恐怕会登陆 民众动起来防患未然 不敢大意 记者刘宁祥台东报导